中国国家航天局6月4日公布了嫦娥6号探测器 在月球背面的五星红旗展示影像 鲜艳的五星红旗再次闪耀月球 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 记者近日从负责研制月面国旗的武汉纺织大学获悉 嫦娥6号五星红旗以玄武岩为核心材料制成 仅重11.3克 嫦娥6号的月面国旗主要用的材料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玄武岩 它的比例是达到了62% 然后还有是方轮 它的比例是38% 这个常五号把月球的土壤取回来了之后进行分析 然后公开的研究论文里面 占最主要的成分是玄武岩 其实选玄武岩的一个方面我们是想 月球上既然已经有了丰富的玄武岩 那么未来人类再去探索这个月球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去原位利用这些玄武岩 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卫林介绍 与嫦娥5号在太空飞行7天后到达月面相比 嫦娥6号在太空飞行约30天才落月 时间大幅增加 在奔月 绕月及落月过程中 高低温反复交替 国旗对环境耐受性要求更高 据介绍 嫦娥6号月面国旗和嫦娥5号上的国旗规格一样 不过玄武岩纤维的密度超过嫦娥5号国旗原料密度近一倍 按常理 石头板国旗会更重 但是团队研发大概是头发丝直径三分之一的超细玄武岩纤维 最后制成的嫦娥6号国旗仅重11.3克 比嫦娥5号国旗还要轻0.5克 我们这次上去这个旗面 它展示的这个部分是200x300毫米 也差不多就跟我们一张A4纸差不多这么大 我们这个成品上天的那面旗子 这个只有11.3克 比原来的这个11.8克还低了0.5克 而这低了0.5克 它背后的这个秘密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超细玄武岩纤 目前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团队 正推进玄武岩纤维 在赖热 祖燃等领域的应用研究 未来玄武岩纤维 作为轻质柔性防护材料 将在航空航天 如宇航服 太空舱 月球基地等场景 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通过我们这个旗面里面 把玄武岩用进去之后 实际上它可以开启 我们在这个玄武岩到月球上去应用的 这样的一个一些这个探索和尝试 然后这也为后来人去进一步的去开发和利用 这个在月球上使用玄武岩 应该来讲可以起到一些这个借鉴的意义 以及这个我们前期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数据 这样应该来说 对未来人类再进一步探索这个月球 这个可以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谢谢大家